明白嗎? 你在不同角度 過來 你都是放圓圈、板邊、中間線 圓圈、板邊、中間線 放上去 是不是? 打合 王 4 2 0 1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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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gonna be alright Yeah yeah How can you tell Yeah yeah I feel it in my heart Yeah yeah It's gonna be okay Yeah yeah The sun is shining br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Until another day Yeah yeah It's gonna be alr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It's gonna be okay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又是新的一輯教學片的開始 大家看這段影片都應該是過年了 祝大家開開心心 健健康康 因為呢 我很期望我下年是要好健康 我手肘呢 到今天還未好 腳今天突然很痛 今天我們最主要是講 我們走懶常犯錯誤 之前在字幕組那裡 有網友問我怎樣去控制自己走懶 另外有一次就是 就是我和阿豪和CM 我們去打球的時候 那天阿豪和我一隊 我是第一次輸球的 因為阿豪那天炒了七球快攻走籃 七球 七球快攻走籃 可以說今天這一輯的教學表是為你而設的 走籃常犯錯誤 那為什麼會走籃炒粉呢 我們先要知道有幾點是大家常犯錯誤 亦令到你打籃球越來越痛 越來越膝頭過痛 越來越腰痛 令到影響到你打籃球的動作 好了鏡頭一轉 今天的主角當然是阿CM和阿豪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知道 我們以前學的走籃有什麼問題 你以前學走籃是怎樣學的 45度吸進去 45度吸進去 你走籃呢 一樣 45度吸進去 45度吸進去 好不好 好 有什麼好 簡單一點 是 所以就炒 簡單一點 為什麼會簡單一點 你有什麼覺得他會簡單一點 或者你示範一球給我看看 45度走籃 準備 Go 好 完美的演藝 沒有 完美的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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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為什麼會炒啊 年青人 你簡單一點 就出來了 我都說的 他自從上一場和我一隊 七球走籃之後 我沒有看過他打球 因為他之後沒有跟我打球 今天我再見回他 第八球 是出色的 好 CM炒一球 剛才 為什麼會炒 大部分就像你這樣 年青人 記住 不要被心理壓力 擊毀了自己 明白嗎 當你走籃的時候 很容易反映到你的信心 你只要有一絲 想法是 不要炒 就炒 你少少想 不進就糟糕 不進就糟糕了 不進就糟糕 你只要一想不進 它會影響你 整個人放浪 因為 走籃說真的 是一個很容易 從剛剛說的 很簡單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 你給了自己很大的壓力 就是怎樣呢 Excelia一模一樣的 你 搭火車 或者搭地鐵的時候 你在月台上面 你沒有東西推你 沒有風推你 你都會害怕 是不是 但是當有雙幕門 或者有支欄杆 你個人都安心很多 這就是你的心理反應 你給了自己很大的壓力 第二 你想什麼應該 沒錯 這個也是令你炒粉 最常炒的這個原因 就是你要瞄著哪裡放 當你很清楚你要放那一點的時候 你一定放不起來 主要的原因 第一件事 記住 你放球進去 憑感覺 第二 記住這個重點 瞄邊度 並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走籃你最需要控制的 是 你放的力度 你要控制球 touch 點塊板 不是 撞下去 你剛剛炒 就是因為你撞了下去 你嘗試控制球 是touch的 很抽象 可以的 跳上去 放 放 你就不會炒 明白嗎 記住 你走籃最重要的是什麼 第一 我們先要控制 你放的力度 不要整天想著放哪點先 因為已經是極近的 寬的了 明白嗎 你控制的力度就會入 很幸運 是不是 我們第二步 我們再想 放哪裏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記住 我們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 控制力度 大於 控制角度 你只要力量對 很軟 很柔 很柔 的話 你放在寬度也會入 但是 好像你剛剛那樣 硬的話 那個人衝得太厲害 那個球就會衝出來 這個是你最大的問題 好了 下一個點 大家都一樣 你走籃的時候 你會瞄準在哪一個位 是不是 是不是 細正方形 上面的角 還是下面的角 上面的角 是不是上面的角 這是道理 這個 是不是 你逛街見到錢 不可以收拾 馬路紅燈 不可以衝一樣 對不對 結果呢 苗的角落頭 在45度來講 我已經覺得是錯的 其實 你如果要瞄那個角落頭走籃的話 應該是大約 25度這個角度 走過去的話 你就應該瞄上面那隻角 明白嗎 因為我們在物理上面 我們學過一樣東西 入射角 等於 出射角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是光線 波 是不是 不是都差不得遠 這麼小 明白嗎 你看看如果在45度這個角落 你走過去的時候 如果你放這個角落 OK 你知不知道形成了一個什麼問題 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突然間會向著框 而不是向著那塊板 而不是向著那塊板 走籃大部分人錯的地方就是 你向著那塊籃 但是要擦板 那塊籃在這裡 那塊板在這裡 你明明要把球放到那塊板 但是身向著那塊籃 剛剛你就是這個情況 身體 我是就算我要向著這個角落頭 你都是這隻手 向著角落頭 你這個人才向著那個板 你才能放到角落頭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 你剛剛就是 看著角落頭 但是身 向著那個框 令到你這裡 有一個角度差 這個角度差 是令最多人炒粉的 因為那個球 它不在你前面 不是在你勾手位 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而這個角度 是不能擦板的 你就是這樣炒的 對不對 因為你的手 打開了 你明白嗎 因為這樣了 正常你走籃 如果你身前 你好好放 是不是 要不就是你勾手 但是你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而這個框 最麻煩的一件事 你在一個框 底這個位置 你是不能擦板 如果你在框底這裡擦板的話 你是要擦這條中線 就不是擦那個角落頭 所以剛剛你炒粉的最大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向左那個框 你扭了條腰 令到那個球 並不是在前面 在旁邊 所以你走籃炒粉 你上次炒七球 都是這樣炒 雖然我希望 但我真的沒有片 有片我想剪給你們看 其實是挺震撼的 就是打快攻走七球 因為我們那個長球 平均年齡是35 而我那隊的平均年齡是33 因為我們那隊 全部人都38 是他一個21 拖低了 然後有一個人 我們那些38的叔叔 會怎樣 很自然地靠你了 快攻 然後就 再走一次來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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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結果這場球 我們的勝利 就靠阿豪送給人 正所謂勝利女神豪 對了 勝利女神豪 現在你們兩位都試一下 一件事 看著 我們不要再被角落 誤導自己的身體 好了 究竟我們走籃去插哪個位置 其實以我所見 我們的走籃 最容易走籃角度 並不是45度 因為我上次走籃路線說了 藍底會有人等你 我們最容易走籃 或者你看NBA最常走籃的路線 反而是這一區的位置 這個角度 25度這個左右 你會比較好走籃 因為你可以保護自己 然後放高板去放籃 是不是 你都比較 更有機會去入球 但是這個籃我們怎麼放呢 我們可以在中間開始練習 首先第一件事 要知道 我們是放哪一個位 記住 我們不要被上面的角落吸引了 我們記住一件事 我們盡量放的位置 你在不同角度 你都應該看到板 這個板邊 跟框最邊這個位置 有不同的 即是怎樣呢 現在我這樣正面看 圓圈最右手邊的這一點 就是這條直線 小Square的直線 明白嗎 板邊 外這邊 是不是 我們向前衝 放在這個圓圈 和板邊的中間線上面 那個球就會進 明白嗎 你在不同角度 過來 你都是放圓圈 板邊 中間線 圓圈 板邊 中間線 Go 放上去 是不是 試一下 歪了 好 好 就是你打開了身 向那邊 來 有人陪你 Go 多大壓力 放不夠高 記住 看著 控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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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 考一下你 圓圈 板邊 中間線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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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容易拆很多 是不是 試一下圓圈 板邊 中間線 是 好 好 圓圈 板邊 中間線 停 拆不拆到 拆不 都可以 都可以 試一下 Go Good 不斷拆的 你到这位置会很难拆打板 所以立刻在进攻的路线 就能告诉你 你不能直线去 只能油打 或者急停射球 如果你真的很 Pres Customer 你要走蓝的话 你就可以推出框子 이건推子偷一点 这样走蓝 你就可以走到蓝 明白吗 所以去到这个角度走不了 最考虑的是什么呢 正中间 正中间上蓝 歪了的 你并不是放两条线中间的 明白吗 走过去 记住在正中间的走蓝 这个是最常你应该会做到的走蓝 说真的 你不要走到蓝 你见不见到 你最后还是有点往这个蓝 记住我们要向板 我们就算在这里 我们要走这个蓝 你都一定是 扭肩膀 压过我 所以停 对了 你炒就是你最后向进去 看着 你不用向进去 你向着板边 向上方 不是不是 向上方 就是这样 波 当你正在抹肩膀的时候 我一勃压着一二 向上方 不要刻意撞进去 接一二 向上方 明白吗 最重要一件事就是 你要跳出去 不要停 是 刚刚虽然炒了 OK 再看一次 我撥 跳出去 明白吗 向上方 你有没有见过 有没有人来NBA走蓝的人 走完蓝站在这里 每个走人都 一走完蓝 每个都这样 每个都 为什么 不是啊 你真的要跳出去才能走蓝 明白吗 明白吗 另外一个点 最常犯错 这个点 就是 有很多人都说要蹲平 对啊 蓝底蹲平 记住 我们要用我们的冲力去上蓝 是这样的 放到一个银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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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不可以停的 就是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你就是这样炒的 你突然间没有一向前的动力 你不用的 教你一个方法 到最后 用核心 压一下 就算我们冲得很快 如果我们一太用力, 让我们注意, 让我们贝拉一下。 Brothers トoby、 我们ח Brady 那就改了那拼一下! 5, 9, 11, 11, 11, 15, 2, 15 14, 30 剛剛好多人走籃就是 我們用重心跑 什麼叫重心跑 剛剛馬虎走籃就是 我們講了幾點 心理 2 翼度 控制力度 3 瞄準的角度 從哪裡到哪裡 的中間 4 4 就是這件事 你是核心跑還是重心跑 記住 我們不是急停 我們不是要停下 停下你會缺乏動力 走籃你就會很難控制那個球 明白嗎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很大機會大家跑的時候 你沒有經過特別訓練 你一定是向前衝著跑 對嗎 然後你要將你走籃的時候 轉成核心 核心就是什麼呢 人是直的 腳推你向前 不是重心拉你向前 是腳推你向前 明白嗎 知不知道有什麼不同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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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米 起步 是重心 一百米 起步 是什麼 沒錯 你會完全用腳的力量推自己出去 那個就是核心跑 這個是核心跑 核心跑 為什麼100米的人不繼續跑 這樣封鎖又小一點 又貼地一點 是不是 為什麼他們100米的選手要這樣跑呢 因為這樣才能更完整 兩隻腳都能發力 這樣的話 你其實很難發力 你只是令自己微扑低 你剛剛走籃 就是怎樣可以看得出你的核心 和重心呢 你踏第一步向前 就已經 是重心的了 明白嗎 因為 真正的核心跑是 人直 彈前 試一次 試一次 再走一次 試一下盡你的能力 用核心試一下 Go 你往回起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有沒有慢了 不用慢了 是不是 是不是更穩定 對不對 你記住 你們要的 不是減慢 記住分清楚 你要將你的 向前的重心 拉起 CM嘗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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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中前 CM 你是中前的 這個是重心的 再來 嘗嘗 對 好很多 再來 都是 都是重心中前 看著我們要做什麼 看著 怎麼可以確認 你一定是核心 不是重心呢 看著 當你向前推的時候 你拿第一步 你一定 你就是剛剛說 你一定 是重心向前的 因為 你向前拿 你重心就一定向前的 記住 記住 我們是怎樣呢 我們怎樣拿這個 是 然後 在後面 彈自己出去 不是藍腳出去 拿球 是彈出去 拿球 明白嗎 所以 如果你 走籃的話 就算你衝到幾低都好 衝到幾低 核心 彈 你永遠用後腳彈 你這個人就會上回來 用後腳彈起第一步 而不是向前踏第一步 再看一次 我們就是 壓彈 走籃 在身體裡 現在我們有 0 1 2 大部分人想到 1 2 3 你這個重心一直都往前 記住 你試試把這個步變成 0 1 2 放下 明白 是靠自己的力量彈出去的 第一 你重心不往前 你的力量就不會停在膝蓋 如果你的腳就不會那麼傷 明白嗎 第二 穩定很多 隨時可以摸摸 哎呀 炒肉 明白嗎 隨時可以摸摸 行不行 試一下吧 記得我們摸摸摸 記得我們摸摸摸 按摸 這隻腳 後腳踏一下 再看一次 就是我向前衝 是吧 第一次 向前衝 壓 放下 不是 我向前衝 這個時候的重心是向前的 壓 我們拍到這裡 壓 直回的 試一下 很難的 哎 好一點 是不是 穩定了 第二 你敢不敢有力量在膝蓋上 要不要停 你明白嗎 再來 來 Go 推前 放鬆點 都是在向前 記住 你應該是這樣 記住 我們就算在跑 也是的 向前跑 那個球到最終點 壓 壓下去 之前我們練過的 推 壓 壓 可以嗎 最後一球 看看他們有不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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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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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準備了 Go 啊 好厲害 好厲害 我們終於入了 好 好 好 今天 完 最後定很多 最後定很多